Diagram shows the speed time graph for the movement of the particle for the period of 27 seconds Total distance travel by the particle是361 So total distance travel呢 其实就是它的area under the graph So我知道它的total area会是等于361 Mind the average speed of the particle for the period of 27 所以在这一边A的这个非常简单 我的average speed就是t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So我的这一边是361m 这一个我的average speed会是等于361m除以27second OK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拿到答案了 361除以27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答案是13.37 OK 13.37m per second Calculate the rate of change of speed 所以last 12second 它最后12second是在这一边 这一个 27-15 这一边是12 所以它last 12second是在这一边 OK 然后这一个是向前走15 向上走16 15都号16 这一个是27都号0 所以我要找它的rate of change of speed的话呢 其实我要找的是它的gradient OK 我要找的是它的gradient So我们知道呢它是 y2-1 0-16除27-15 So-16除12 然后它就会变成-4 per3 OK meter per second OK 我们知道我的gradient是 y2-ye 除x2-x1 然后它叫你找v的value 我们这一边有area1 area2跟area3 三个area加起来 So我的area3它的底是12 然后它的高呢是16 OK 所以我是1 2分之1层底层高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过后呢 我的这一个a2呢 是一个长方形 OK 然后它的这个高是16 它的底这边是5 15-10 它是5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还有这一个trapezium trapezium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 这一个在这一个 这一个是我的trapezium 它的高度是v 这一边是v 然后这一边是16 然后这一边是10 OK 所以我们知道 它三个area加起来 就是我的ae加a2 加a3 会是等于361 这个是c的部分 OK 好 我的area1呢 是trapezium 2分之1 左加右 v加16 再乘以10 加a2 a2就16乘5 5乘16 底层高 a3是2分之1乘底层高 2分之1乘12乘16 等于361 所以在这一边 我这个月 这个是5 OK 我自己本身呢 习惯把5留着 OK 我不要去动它 然后我的5乘16 会是等于80 然后这个呢 我这个就月 我这个月 然后8乘12 96 OK 所以我的这一边 我有2分之1 然后乘12乘16 我拿到的是96 等于361 OK 我把这两个翻过去 所以我就有5挂弧 v加16 等于 这一个 361 它原本是361 减掉80 再减掉96 然后我拿到的是185 所以我的v加16 等于185 除5 OK 然后这一边 再除5的话 它是37 所以我的v呢 会是37 减16 然后我把我的 这个加 绑过来 这一边 我这一个是 v加16 然后我把这个 绑过去 所以我的37 减16 然后我拿到的是21 所以v会是等于21 所以我的v v是21 OK meter per second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v等于21 OK 好 就是这样